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如果说它那个比如说出标速度太快 就是说我们的前提就是说这个速度不变的前提之下 出标的速度太快会有哪一些现象呢 其实在这里可以观察得到 因为我摄像可能不太明显 那么在这里可以观察得到 那个标签会这样子翻卷起来 这如果卷卷了太多 那就就是出标太快了 你可以减小一点 或者是说你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瓶子的尾部 如果说前面是没问题 但是贴到后面是吧 贴到后面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咒 有些标签重叠这样子叠起来 这个这种咒法 就是说标签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咒法 就很整齐很对齐的这样子的一个咒法 不是很斜的那种 那就是说它要它就是说出快 那么出慢的话是怎样的呢 它就会有一个拖标 拖标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标签可以观察得到 或者说观察这个底子 它在 它在转动的时候 这个底子本来很是贴合这个波标板的 波标板的这个的 但是因为标签出的比较慢 但是这个又快 它会拖着标签出来 那么这个这个底子就会变松 那这个时候呢 而且贴到最后的话会有个叭叭的声音 这个时候就是出标速度慢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往上加一点 慢慢加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出标快它会皱 出标慢它会拖标拖标拖久了之后呢 这个贴标就会贴的不是很准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子去判断 夹紧时长 夹紧时长的话是说 这个夹紧气缸 从这个缸开始是这种状态 一打过去 它用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是这个意思 然后因为我们是只贴一张标签的 所以说一标停标延时 是没有用到的 这个的话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个 因为你看我们测标电眼 只能在这个位置活动 如果万一有一天 我的标签很长是吧 它没有办法停到很好的位置 那么我能只能用时间 因为我调节这个电眼的最终目的 只是说为了让我的标签 一定每一张的停留 是停留在这里 如果你停留的太长的话 那我一放产品进去 那么它就已经被粘到了 这肯定不行了 是吧 所以如果说我的这个点 这个点不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通过加一点时间 让它多走一会儿 让这个标签能来到这里停下来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现在我看过了 这几款标签都可以OK的 那么这个时间就不需要设置了 下压时长和延时上升时长的话 这两个时长都是说这个气缸的 那么这个气缸是下压时长的话 是说我们下来要用多久 我们比如说你设的很短 那么它可能还没压到 它就已经开始执行下一个逻辑 就是说也一边出标一边转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头部就会 就会压不紧 就没有被压到 那这个而且会有可能会出现揍 那么如果说你设的太长 太长的话就会压在这里 等到时间到了 然后它这个才会转 然后才边出标 那这个就浪费时间了 我们这个的话现在是0.5秒 按照一般的可以没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可以调试的话 连0.1秒0.2秒都要争取的话 你可以试着减一点是没关系的 然后剩下的话 这两个就是都是不需要用到的 我就不做讲解了 然后最后一个一面就是说 在线监控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对某个部件 这个电器的方面 做一些判断 这个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判断这个开关 我觉得开关坏了 那我也不知道它坏了没坏 我可以这样子按一下 那么它这个有信号了 亮了就证明这个是好了 包括测标电也是一样 当它亮那个黄灯的时候 它就是有这个信号输出的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 对一个电器做出 有没有信号的一个判断而已